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两件事,第一美国和伊朗,是否会真的打起来? 当然这已经触及到国际层面了,毕竟这其中坚持了各国的利益,而另外一个就是北方四岛归属权的问题,这个一直都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无法展开合作的根本原因,几乎每任日本首相都会因为此事在俄罗斯面前敌三下次。 但是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一直都将这个问题当成忠忠之众,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竞选时期给日民的承诺。 更重要的是日本现在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差,关于他们将要沉入埋运要那海沟的流行越传越历,而北方四岛就是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的草,但是安倍在普京面前的姿态已经放得够低了,不仅屡次等他个八小时,而且还会被多番羞辱,俄罗斯总统普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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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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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